先看一遍 我說PPT 別考的那種全部都把它劃下來 我就考了一個100分 嗨 大家好 今天是4月6號 然後我剛打完工 然後現在在房間吃晚餐 看一下電影 就是放鬆一下 然後我等一下要繼續讀我 禮拜三要考的期中考 然後我希望今天 可以把題目都算兩遍 因為我是要考公司理財 公司理財對理論的基礎非常的重要 就是如果你沒有把理論搞懂的話 你可能就是寫題目啊什麼的 都沒辦法直接帶入那些觀念 就會比較難去解題目 每天都要的話 我們會以為讓你好 我相信真的是 以我這個學期學的公司儀彩來舉例就是 我很喜歡就是先看一遍老師的PPT 然後我指的是上完課喔 然後再來就是把老師說有PPT 我覺得可能是重點 我覺得不然就是老師說必考 或是他可能是補充的東西 我全部全部全部都會把它寫在上面 用我自己的方式 然後我覺得我的筆記就是跟大家可能都是大同小異 那我覺得最可能不一樣就是他必考的那種圖 我都會把它畫下來 但是大家知道PPT旁邊圖都不會有什麼太多的東西吧 所以呢我都會把老師講的東西把它畫成就是文字 像這裡 這個圖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這邊旁邊的字啊很軟 可是這些都是我看得懂 都是我濃縮老師上課的東西 然後變成我自己的理解的意思寫在上面 我每次讀這種就是一定會考其中其末的 我必做筆記 一定做筆記 而且我會把老師給的那些題目 甚至是立題 我全部都做到滾瓜爛熟 這個前提是你還是要有一些賢卑知識 就是你筆記要做足 你要知道基本觀念是什麼 這樣子的話你再去刷題 會有很好的效果 嗨大家 這個大概錄了第七八遍吧 隨便whatever 我覺得我一定要解釋清楚 我剛剛想很久啦 反正我覺得我一定要解釋清楚 我到底在學什麼 然後再跟你們講我怎麼內化它變成自己的筆記 我覺得這樣才有達到教別人讀書的一個實機效果 好那今天如果你是一個onlyequity的公司 那就代表你是一個onlyleverage 就是你沒有槓桿 但是你沒有槓桿同時你的return也會比較少 但是你的風險會低 如果你今天有用debate還有equity的話 你這間公司就是leverage 那你這間公司的return同時會比較高 可是你們的risk就會也跟著一起高 這就是一句話就是天下沒有白車午餐 當你想要return多的時候 你要承擔的風險越越高 好這大概就是我目前在學的東西 好現在大家看一下這個圖呢 是有綠色debate跟藍色no debate 這些老師就會一直在上課的時候 他會一直重複重複重複的講 所以呢我就會把綠色線寫綠教斗 那為什麼 因為它的比較敏感變動大 變動大代表什麼 你的risk高 所以下面我也有寫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呢 綠色risk跟藍色risk 就是他們的風險不一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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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食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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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人 1个人 1个人 3个人 2个人 1个人 2个人 1个人 1个人 今天晚上 我今天晚上 我吃了 我吃了 今天是我studyvlog的隔一天 我昨天沒有錄那個節目是因為 我昨天一回到家我就馬上在剪片 然後我要上片因為我已經兩個禮拜沒上片 然後上完片之後就已經兩三點了 所以我就直接睡覺 然後今天一整天都在弄那個科技法的報告的東西 像是影片然後還有Pawpoint 總之呢就是這次studyvlog我覺得就是還蠻算是開心的啦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是前幾天在跟大家說我公司理財是怎麼讀嗎 然後我隔天就起中嘛 然後結果我起中我就考了一個100分 真的沒有在唬爛 我真的考了100分 我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考卷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100分 總之我們就是考10題選擇 然後7題手寫大概是這樣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一早自己考100的時候就有點嚇到 然後也覺得很開心就是還好就考得不錯 不然就是我前一天跟大家說怎麼讀書的結果隔天考不好那不就很尷尬嗎 但所以我覺得我那天講讀書的方法就是把老師講的東西 然後用自己的語言再寫在筆記上面我覺得是真的很有效的 尤其是對於這種需要概念去輔助你解體的科目 好那我們就下支vlog或者是studyvlog見 大家掰掰